朋友们好 欢迎大家来到18首教你制作未然眼镜的课程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继续向下介绍新的内容 我们首先还是来看PPT 插一句话 我们这个桌面做的是很有意思的 你看我们这个虽然是一个未然眼镜的课程 但这里边这个小人拿着一个小手柄 说明我们这个课程的手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然后呢 这上面有个小红点 这是手机的摄像头 说明我们这个眼镜是要配合手机来用 这儿还有一个 一根线 这应该是耳机 不过耳机应该刻在耳朵上 这是一个形象的演示了 不过觉得这个小动画做的是很赞的 给这位UI工程师点个赞 好 我们继续讲今天这个课程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 这是制作蓝牙手柄的原材料选购 因为我们是这个DIY嘛 所以呢 这个这些东西都要自己来 这个按正常道理来讲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DIY应该都是成本比买商品的要高的 因为商品它是批量的 所以它应该比我们所有的DIY的这个成本都低的 如果我们有一天这个个人DIY的这个成本要是小于商品的话 那卖这个商品的公司应该就黄了 好 我们来看这个原材料选购 那么本节课的这个重点呢 就在于这个怎么样去找这个原材料 怎么样采购 怎么样花尽量尽可能少的钱来把这个材料凑齐 材料采购的话没有什么难点 就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 别买错了 买错了再买 没有什么特别达不到的事情 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但是就是尽量的少花钱 因为我在准备这个课程的时候也是 有些模块啊和东西啊 你不知道它到底能不能用 只有买回来才知道 所以我就一起买了好多种 然后回来选出能用的 告诉大家这个一定能用 至于那些不能用的 那就不说了 都是累呀 我们这个手柄采购原材料之前呢 也是要跟这个眼镜一样 需要先知道自己要买什么 首先这个手柄原材料里边 最重要的是这个 蓝牙的HID模块 这个也跟大家说过 这个模块呢 是想让各种货号 各种型号的这个参差不齐 但是最终我们能用的呢 好像也就非常少 我前前后后是买了有三种吧 四种 所以只有一种是能用的 其他的要么就是 键盘的模块 他没法当鼠标用 要么就是 SPP模块 只能当创口 要么就是 HID的这个扫描枪的模块 只能扫条约码 所以这些都是不能用的 那么我踩过的坑呢 跟大家说一下 大家别跟着我进去往里踩 控制板的话 就是 SM32 1103 最小系统板 大家手里边有别的也可以用 比如说 上了这个麦子学物联网课程的同学 可能是 SM32 F4系列的 40几 406 407 等等这些 那你用这个也没关系 甚至有些同学 手里根本没有按摩 那你用51 也是可以的 这个 手柄的话 它就几个按键 性能也是够的 一个串口通讯 9600 这是一个世界上最通用的波特律了 不会有太多意外 所以呢 单片机的话 大家不必 太拘谨 我这个课程中呢 就用这个 F103 实际上我手里边的单片机 型号非常多 但F4系列我没有买 除了F4系列之外 我手上的开发板 加起来估计也有个 没有1万 又有8000块钱了 所以型号还是非常多的 我就顺手捡了一个 体积相对小的 然后正好也是ARM系列的 我们这个物联网主推的 我就用这个 大家手里边没有这个有不要紧 那么最重要的两个模块 就是这个蓝牙和控制板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些辅助的 比如说这个摇杆和按键 你做一个手柄嘛 你就起码 做不出那个手柄的外壳 但起码也要有手柄的功能 有这个样子 所以摇杆是一定要有的 按键也是要有的 那么这个摇杆和按键呢 就焊在这个小PCB板上 PCB板的话 我们没有能力自制 或者没有条件自制的同学 那就买动动版吧 如果是有能力自制 或者是画PCB出去加工的话 那是最好的 因为这种小PCB板打样的话 也就几十块钱 这个是整个的一个过程 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呢 肯定会花钱 像我个人而言 我从大一开始 就开始报了这个 我们学校的这个电工基地的 这个课外的培训小组 从此之后 我就寒暑假就一直在学校培训 暑假就没回过家 寒假有一年也没回家 所以大学四年基本上 除了上课之外 最长的时间就在这个电工基地 然后自己也花了蛮多钱 在这个嵌入室的这个学习上 所以我现在大家 坐在这里跟大家侃侃而谈 那是因为我屁股下面 坐着一摞开发板的 所以我跟大家 可以随意的说一说 那么这些小钱呢 该花的时候还是花 说实话 你前期花点小钱 后期回报是无穷的 所以跟大家说一下 有条件的同学呢 可以多花花钱 做做DIY 然后呢 做一些像样的东西 最后你 不管是面试啊 还是写个人的简介的时候 都有些东西可以写 像我一个师兄 他写个人简介的时候 他在他的那个领英的界面上 就说 我至今为止有58个 拿得出手的DIY作品 然后这是一个 58个呀 这我至今也没做到 58个 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而且他的DIY的话 难度都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也是一个简历的亮点 跟大家说点题外话 蓝牙的这个HID模块 这个我们最主要的 这个万恶的这个蓝牙模块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他的这个链接 这个链接的是一个 我搜索的链接 不是一个某个店铺的链接 因为我购买的那家店 已经下架了 这是一个非常忧伤的故事 因为他是从海外进口的 但是 很幸运的是呢 我们这个 其他店还有啊 这感谢我们这个大神圣 大淘宝 你搜 在淘宝里面搜这个 Easykey BTHID keyboard 就有这些链接 190 180 177 不等 我当时买的时候 好像是180 我记得 所以大家在这里面挑 176 尽量便宜点的买吧 买完这个模块之后呢 这个蓝牙基本上就学的差不多了 所以还是值得入手的 呃 我我买这家店因为已经下架了 所以这里肯定没有了 然后大家也就 178 左右吧 太便宜的肯定就有问题了 所以大家就176 或者是178 等等 180 都行 然后199的这个就没必要了 因为太贵了 所以就就在178 附近买一个就可以 这就是我们客上用的这个 然后他附赠了一份 应该是那个手册说明 全是英文的 所以我就在这里边挑重要的 跟大家讲 翻译成中文讲一遍 也降低大家的学习难度 同时有一些小细节 注意事页也跟大家说一下 呃 我这PPT怎么跳出来了 好 那么这个模块就说到这里 然后呢 摇杆 呃 图片就长成这个样子 那么 这个 其实做工还是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外壳都是铁的 那么它实际上呢 是 xy两个方向的两个电源器 这个东西也叫摇杆电源器 呃 回来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 一个方向的这个电源器 这个是另外一个方向的电源器 当你摇动这个杆的时候 你这样摇 那么这个电源器发生变化 你这样 左右推 这个电源器发生变化 加上帽之后 这个地方是看不到了 所以它其实 上下左右摇动的时候 只是改变了这个xy 两个方向的这个电源器的读数值 然后你配合外置电路 加上adc之后 就可以读到它的这个电源器的电位值 那么这样呢 就可以实现 它到底是往哪个方向摇 判别这个方向 那么就实现了这个摇杆的功能 这个摇杆的话 在我们那个智能控制小车 无人机等等 都是非常常用的 无人机里面还有一个是油门 无人机的按键比较少 它是两个摇杆 左边是方向 右边是油门 但是我们这个手柄的话 就只有一个摇杆 然后这边也有一个推荐购买链接 那么我们也看一下 这个摇杆呢 这个摇杆呢 大家去搜就可以 但这里边我是从这里买的 这个是 嗯 链接还在 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打开的比较慢 我们先不等它了 然后这里有个非常注意的事项 就是说方向控制摇杆是必须要自动能弹回的 自动弹回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往这边一拨 然后你只要一松手 它就一下自己弹到中间这个位置 这个平衡位置 往这边一拨 一松手 它也弹回来 左右拨 它也弹回来 只要你一松手 它就弹回来 你不用力维持它的话 它就自己弹回来 那么自动弹回 千万不能买这个油门摇杆 否则你就自己去乔乔哭吧 油门摇杆是什么样的呢 大概我们也看一下 好 油门摇杆是这样的 这个油门摇杆是个什么特性呢 大家看这个放大图片 它是上下不弹回 左右弹回 也就是说你这样 在这个方向上 上下加油减油的时候 它是不会弹回的 因为你想了 如果是能弹回的话 你这个飞机飞起来 你一加油门飞起来了 然后你松手 弹回来 然后飞机 咣掉地上了 摔碎了 几百块钱没了 你这多油伤了 所以它不弹回的 只是油门设定值 放到哪就是呢 然后左右是弹回的 左右的话 一般是控制别的东西 那么它是可以弹回的 好 来到这边 我们刚才看了这个方向摇杆 就是这样 上下左右都弹回 那么3块5一个 这个油门呢 反而还贵一些 4块8一个 当然了 就都没有油费贵 这是最油伤的事情 好 我们继续来看 这个除了摇杆之外 我们还是有一个东西是这个按键 按键的话 就不说了 这个 这个各种游戏手柄上都有 所以呢 它的这个 呃 样子是这样的 大家如果想用长一点的话 也有长一点的 就是这个塑料按钮会长一点 我们一般复卫键用这个因为它离机箱比较远 我们也看一下这个购买链接 非常便宜的 50个1块7 所以这个 而且还是铜脚 铜脚的话 就是这个地方 啊 镀铜了 它导电好一些 那么 也还是快递5块钱 然后1块7买50个 这也是很忧伤 嗯 我没有买这个 因为我们实验室有这个东西 包括什么 这个 这个 动动板 这些我们都有 所以呢 就是我特意为大家找的 这1块7 50个 啊 是可以的 然后买完之后呢 你就可以继续做好的其他的事情了 如果你也很幸运的话 实验室里边有的话 那就不用买了 因为这东西 就真正买一个的话 就几分钱一个 就是 放不上的事了 那么价格还不如邮费贵 这又是一个 另外一个优长的故事 然后控制板 我们控制板就用的这个SMSR 我自己的是神仇一号 就是不说了 网上很难买到了 能买到也比较贵 也不推荐大家买 大家还是自己去买这个 最小系统开发版的 或者有曼子学院的这个物联网开发版的话 也是非常好的 然后可以自行购买最小系统版 这个板子12块钱 非常便宜了 邮费8块钱 这令人发指的是 这个板子才12块钱 邮费8块钱 在北京的话 寄个东西 邮费就得十几块钱 比这板子还贵 所以这个又挺呵呵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最小系统版 就是这么大一东西 然后外边两排帧 把这个IO都引出来 这个是C8T6系的 就是说它是64K的Flash 和20K的RAM 应该够用了 一般的实验都够用了 你只要不跑什么太大 太变态的程序 应该都可以了 这是这个链接 资源的话 应该我们用的也都有了 它这上面没有标出来 但是它这个 我之前有一个平衡车 是用这个做的 所以这里边的资源 我还是比较了解的 这个ADC 等等这些 我们需要资源 它都有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买这个 当然我跟这个老板 也没有任何关系 只是推荐 大家如果不happy的话 可以在这自己搜 SMSR开发版 想买多少钱买多少钱 然后PCB版 这个找个包邮的 这个这种动动版 大家如果能自己画的话 那最好 或者是做山寨的话 也是可以的 包邮的这个PCB版 6块钱 然后包邮 我觉得还还可以 因为一般邮费都要5块钱 这板子相当于1块钱 所以呢 你可以一次多买点 这样省着 这个邮费 还包含在这个板子里边了 你买的越多 这个邮费被稀释的就越多 它就越便宜 但如果 不想花钱买这个板子的话呢 你去再多花点钱 或者是自己有铜板 也可以腐蚀也可以 我使用的PCB版 我现在还没有定下来 我有可能是自制的 就是打样的PCB 或者是制作单层的PCB 单层PCB 我就自己拿山寨板去做了 就拿铜板去腐蚀 也可能是动动版 动动版的话就跟大家一样 更方便演示 然后自己动的PCB呢 是我们经常干的一件事 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过程 就是我拿一个双面铜板 或者单面铜板 我拿 我用这个绘头软件去绘图 绘图完了之后 绘制成PCB 我再转印 转印到这个油印纸上 然后把这个 很光滑的纸 把这个用喷墨打印机 打到这个油印纸上 然后把这个转印纸 贴到铜板上 然后一加热 用转印机加热 加热完了之后 这个电路就 就粘到这个板上了 然后再放到这个 硫酸酮里边去腐蚀 不是硫酸酮 是 我忘了这个腐蚀液是什么了 反正是可以把铜板腐蚀下来的 腐蚀完了之后 去打孔 就是我们过孔的地方打孔 打孔了 双层板的话 就是双层板处理 因为双层板的话 它中间没有铜啊 用个零欧垫走 飞过去 这样就蛮蛮有意思的 也可能用这种板子 等到我们真正讲到 这部分的时候 我再定 如果是动动板的话 那就跟大家一致了 不会有什么意外 腐蚀的话呢 也尽量不会增加太多难度 就把这个原理 跟大家讲清楚 然后大家用动动板 也可以实现 但是最豪华的 就是去打印个PCB 估计就几十块钱 不超过五十块钱 如果是打印个PCB的话 一次可以打十片 我记得 那剩余的板子 我就想办法 送给大家算了 然后可能寄到麦子学院 什么之类的 让这个付费的学员 可以直接去领这个板子用 好了 那么今天这个课程 就跟大家讲到这吧 然后材料的话 就按照这个选购也行 然后大家自己去搜也行 能一次性采购期了 走一次邮费 那最好了 行 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